VivoStar 你通过APP自助完成,非常方便,但相互则要携带身份证件前往指定的线下营业进办理,有时还会遇到各种运营商设置的门槛,比如不能以地消互。 不过,现在终于有了好消息,巨星金报报道成,监管机构邀请10名网友参与和三大运营商面对面的沟通会,有网友表示,手机号码不强,相互需要前往归属地,好事费力,对用户非常不友好。 对此,三大运营商负责人表示,将会逐渐优化各项服务,以方便广大用户。 中国移动表示,从去年开始,已经有部分线下营业厅开通了异地补卡服务,此外,移动还在和监管部门沟通,未来将推出线上补卡换卡服务。 目前来说,移动在很多城市,已经开放了异地补卡服务,但可以办理这项业务,但营业厅数量还相当有限。 中国联通对此则表示,将绿营在今年年底推出,自由营业厅,以一笔销户服务。 值得一提的是,早在今年一月份,联通就推出了线上销户业务。 在手机营业厅中,用户可以直接办理手机号码小户。 具体的小户步骤为服务,办理,其他业务办理,小户,输入本级验证码或ICCID码,最后还要上传身份证和进行人脸识别。 不过,从很多网友的反馈来看,这些业务并没有对所有省市开通,有的用户还是要的归属地,所在的城市办理销户。 中国电信也表示,10月1日起实行异地补抢业务,明年1月1日起全面开放,三大运营商的表态非常有意思。 除了连同表示,会退出异地消互借务外,移动电信对这个话题都避而不谈,只是声称会上线或推广异地补抢业务。 对于营商而言,异地消互的技术难度并不大,说到底还是一种阻止用户流失的手段。 在语音和流量卖流费逐渐取消后,手机卡的地域属性已经大大减弱,异地补抢,消互不变可能是用户为数不多的在乎手机号码。 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,手机卡的地域属性消失,或许只是时间问题,手机卡到怀疑人生,效雷这个超好用的神器可以彻底帮你解决问题,到雷科技公众号恢复,209即可获得这款神器和教程。